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死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国业维新圣教义京大学第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届闲事同修 我们请大家合掌功练开经济 《义京新华妙兰文》 《义京新华妙兰文》 《百千万节金中宪》 《百千万节金中宪》 《我今请洗诸妙法》 《我今请洗诸妙法》 《便此功德皆回乡》 《便此功德皆回乡》 《南无鬼谷先师王山老祖》 《南无鬼谷先师王山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 《万有闲事同修》 《人生在世》 《一生之中》 《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命》 《一个是运》 《一个就是风水》 命、運、風水 任何人也否認不了 命就是行功利頭 還有因緣果霸 曾經有一位先生 他事業做得非常成功 因為他家 他的爸爸 我很久以前就認識了 到他家裡看過祖墳的風水 我對這位先生的爸爸說 這個是二房和大房特別發 他說這位先生還很年輕 還沒有出來闖夜 還在學校讀書 這位孩子的爸爸 李先生 他說 我也不求什麼 求得我的孩子能聰明 求得孩子能夠為社會 帶來很多的奉獻和服務 我也不希望說 我的孩子 帶給社會負擔 所以這事過 二十多年後 我開始在行道 有一天 這位年輕人 他來到宣佛寺來 告訴我說 我的書 我的爸爸是李某某 你以前 有去看過我家的祖墳風水 那時候還在讀書 我認為這個風水 是無稽之談 但是我爸爸時時告訴我說 這個風水 發大房與二房 大房發財 二房發貴 他這個孩子就等等等 也許這一句話 讓他生起信心也有可能 但是還沒有發生以前 就有我對他這個批斷 李先生他的好朋友 也是地理師 不過他說 以後大房發財 二房發貴 完全一樣的道理 試過很久了 孩子長大了 去創業了 剛好碰到台灣企業 往西移移到大陸 他這個兒子 李先生兒子大房的老大 學校畢業就直接到深圳 去從事木業工作 現在在那裡從事兩年的木業工作 然後公司升他為外務 他的頭腦特別靈活 所以他就開始很有興趣 到處跑 這個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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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這邊奶 全面的名堂很漂亮 全面的名堂很漂亮 地圓農 若是從左邊來 水這裡來 發財 都是大房 二房 三房 所以大房的水來頭腦特別敏感 二房的也是特別的聰明 這位李先生他只有生兩個 穴也是做到這個當中 奇怪 有這麼這個名詩 幫他點這個穴 我說你回不去 李先生 他說沒有啦 我是平時做人憨厚 不騙人 不害人 不欺人 不占便宜 能做就盡量做 地方的這個公共工作 我能做就做 所以那位地理師 聽他們說啦 是從大陸來的地理師 結果做了 這個給他們 風水給他們 所以風水的原則 一定要來賣 來賣 就是主櫃 主櫃 主三館人丁 水管財 三館人丁水管財呢 那樣才能夠 有所感應 所以這一個呢 大房 二房 三房就比較濕了 三房 就比較差了 所以希望各位 維新賢士同修 我們這個風水學的奧秘 一本書 風水學奧秘 一本書 你們一定要多讀 讀一讀呢 你們就交給你們的孩子 主主生生一直傳下去 如果是像這個風水學 這個風水 你把它點篇 那就很可惜 等一下再為各位來講解 這個風水 點篇 的時候 怎麼辦 要怎麼點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地靈人節 地靈人節 地不靈人不節 地靈就人節的道理 我相信 這個大家了解了 可以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我們不求大富大貴 求得一個平安 祝福各位 各位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數王善知識 這個地靈人節 他影響層面很寬 很大 在以前 我的師父 主師理工俗義 還有堂工正義 他 若是有人問他說 投資事業可不可以做 他你帶我去看你們家的祖墳風水 再決定 命只有三分之一 運列三分之一 風水三分之一 風水三分之一會影響到三分之二 最起碼的條件 你看他奧運很好 若是不努力的時候 那也不行 再來風水不好的時候 這你怎麼做也不行 所以師公一直強調 幫人指點人生 這是要看到風水 也要考慮在內 不能只看病 所以這位李先生 他家的風水 我去看 那時候我還沒有生病 還在做測量的時候 一個一年我就去看他 李先生開了一家小小的陶石堂 陶石堂 陶石堂 生意經營了 還不錯 不錯的有一天 他說老師啊 我家的風水你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說好啊我去參觀 順便學習嘛 所以各位同學 他說 你們要跟人合夥事業 跟人投資 一定要瞭解到對方 合夥的人 朋友 他家的風水 都說他的風水不對了 事業會大敗 那我們一活活下去了 就會被拖累 一拖累下去了 什麼都變難 到時候再來馬醫院說 他對我怎麼樣怎麼樣 那都沒有用 所以老子出生告訴我們 黃煥也未然 與其無所生 要先學藝 所以這一位李先生啊 他兒子在台北 做的事業做的非常的好 也非常有禮貌 為什麼呢 他的水神 偶化洪水 就是說有義帶 這是友情 有義帶水 這是友情 這是基本條件 若是反跳水 若是反跳 反攻 無情 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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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情 這是非常非常的靈驗 在我們草層這裡 我在早期 還沒生病以前 還沒行道以前 也一位我們的朋友 他要找一個 藏祖墳的風水 好 帶我去看說 這個水很漂亮 這個可不可以 好不好 我這水的已經 漲下一點 這是反目無情 反目 這是大黃 五黃 這台是大黃 五黃 五黃 五黃破財 這是五黃五黃的 四黃嘛破財 四黃桃花 五黃破財 六黃還沒來 這二黃也不好 這二黃也不好 所以這個風水 二黃心臟病 二黃 你把水拖出去 緩跳 泄 就是會心臟病 這個四黃的 這是鞋灰水 鞋灰 就桃花 然後五黃千筆子 砍得出來 那等於都沒有一個地方 一無四處 所以我這朋友 裡面空的 就是你講得這麼準 所以我們老早就拿起來了 坐下去先生功很好 我附和這個祖先的命 這樣會很好 坐下去了 大黃都鬥 所以各位同修 我們學到這個道 是保護自己 不傷害別人嘛 也不會拖累別人啊 這個不是只有祖魂風水 住家也一樣 很多時候工廠也一樣 工廠在這裡 也是一樣的 住家也一樣 所以很多工廠敗了敗 一家公司倒落 社會增加很多的煩惱 社會增加很多的煩惱 所以風水大師功德無量耶 一家公司倒落 社會增加很多的煩惱 所以風水大師功德無量耶 不會了啦 所以老主開述我們 我們要有正知正見 三合大地 匹印蒼生 那你 懂得三合大地的原則 那你就不會 與大自然 相違背 地理風水就是天理 所以順天著艙 逆天著網的道理啊 所以希望各位 尾心閒事同修 自己先 檢查自己的家裡風水 這個簽名也到了 你們至於去看一看去印證 然後再用意補掛 可以在現場補掛 你們再做印證 寥寥分明啊 祝福各位 各位衛心閒事 各位時光三知識 三分之一命 命就是因緣果報嘛 而且佛家所開示的 三世因果經 三世因果經我們 可以多送 你每天早上起來 三世佛說 三世因果經 你再送一遍 也是可以銷混大的災 難封 苦月 苦報 所以三分之一命 命由我修 受之我求 我要修怎麼修 你要知一切法 學一切法 才不會被一切法 守護啊 也一個一年 我以前也是老朋友啦 我還沒有行道 我都到處在印證 測量到哪裡的時候 我看到 我叔父傳給我的法 我去印證看看有沒有穴 有穴 我隨時車子裡面 都準備一個圓橋 一個石頭 和一個十字膏 有那個穴 那你等下來了 穴在哪裡 上面有幾屎孫 我就開始挖 還是挖了下面是不是真的有太極 發現裡面都是有 按照讓我點的下來就有太極 甚至裡面 只有挖下去 只有兩三尺裡面 都是圓圓的 七彩的 圓圓的 好漂亮 尤其在南投萬丹山 特別多 有穴的 挖下去 剖開 都是七彩圓圓的 亮晶晶的 那是什麼 那就是龍穴 就是太極 那你的磁場 磁能 非常非常的強 那時候也有 有在印證 印證呢 在萬丹山 在公墓裡面 看到一個水星 水星泡的地理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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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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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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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哎呀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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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